我们到这个世间 在六道里头 血身受身的高轮回 这个人是人员 这个人是不善的人 所以 任何业法 都是无量因缘成就 凡是因缘成就的 要知道没有自信 没有自体 中观论里都说 因缘所生法了 我说就是空 这是佛说的 底下一句说 你识种 这个识不是素子 是比喻 比喻什么呢 无量啊 圆满啊 华言是用识表发 弥陀经上用奇表发 都不是素母子 代表圆满 却代表圆满 四方 上下 这是六啊 还有当中 这七 七是比较这个法 圆满 十呢 是代表 数字 从一到十 是个圆满数字 他去 他是是表发的 所以代表圆满的 也就是 底下 讲啊 无量 无数 无比 无尽 他取这个意思 白千 阿森奇 阿森奇是古印度的 一个大数目的单位 啊 是大数的 一个单位 英语 臣 等证据 出行于事 这话我们能不能相信 能相信 啊 决定不是我们一个人 我们在那想佛 佛就来出行于事了 不是 啊 多少众生 跟佛有缘 啊 供业所感 佛出行于事 不简单 那我们再回头来想 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 待业的 这个业报声 到这个世间来的 啊 找到父母 我们到人间来了 这有多少阴云 跟这是一样 也是四种 无量无数 八千二三七阴云 我们到这个世间来了 这个云 里头有染 有近 有山 有物 啊 佛菩萨出现的 这个云是清净的 是善的 啊 我们到这个世间 在六道里头 血身受身的 搞轮回啊 这个云是染云 这个云是不善的人 啊 所以 任何业法 都是无量因缘成就 凡是因缘成就的 要知道 没有自信 没有自体 中观论理的书 因缘所生法了 我说就是空 这是佛说的 啊 所以当题皆空 了不可得 你可以欣赏 你不能控制 你不能占有 那就对了 你完全做对了 啊 你要想控制 想占有 那就错了 你造业了 啊 不管你怎么样造业了 你都控制不了 你也占有不了 啊 就跟你讲正话了 啊 你有这种念头的时候 你心里都染污了 不清净了 清净心失掉了 平等心失掉了 这华言尽禁体上 觉悟的心失掉了 啊 清净平等觉 是你的心得 是你本有的 你本来是这样的 啊 一个错误的念头 就三个都失掉了 啊 清净没有了 变成人 平等没有了 变成功高不慢 绝没有了 变成 鱼痴 糊涂 都变直了 啊 所以真正修行人 应该要知道 一切实 一切处 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觉 真修行 啊 真修行 越想到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做的样子 真方向 一切实 一切处 他心底干净 他什么都没有 他什么都知道 他什么都拘束 他丝毫欠缺 为什么信得是越满 这个不可思议 是真的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我听不懂的 啊 你 头 佛 啊 你 头 佛 啊 你 头 佛 好